可怕的双头巨人一跃了响 直接跳上了无线往下升等的餐厅 很快藤蔓末端就狠狠地扎入人类世界的头 源源不断地可怕巨人通过了餐厅藤蔓 就这样来到了人类世界 接着在双头巨人的试影下 无数的巨人直接冲向人类城门 队长带领士兵聚集在城门下 让所有弓箭手做好准备 点燃沾满火油的箭底 拉满弓箭严阵以待 等到国王和公主慢慢靠近城堡时 然后一声令响 听到指令后的士兵赶紧将箭射了 力箭沉入水中挑服一会后 在接触水面的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城堡四周瞬间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火线 等到所有人都跑进城堡之后 队长随即下令升起吊桥 而此时的杰克还被留在外面 但为了大家的安全 队长毅然选择拉起吊桥 杰克也只能拼尽全力冲向城堡 身后紧跟着一群凶残的巨人 眼看吊桥正在慢慢上升 千军一发之际 杰克猛地拉起马而一跃而起 直接跳上吊桥 然而几根骑后的双头巨人 也会跳上去 直接挂在了吊桥上 杰克快马加鞭直接跑进了城堡里 双头怪巨人不停地挣扎 想要爬上吊桥 但队长早已带人在前方连正 直接把他射成了马 招架不住的双头巨人 一个人抓了 重重地摔了下去 瞬间淹没在火海里 掉落的头盔 直接滚到了 山山来迟的巨人族的脚下 圆脸巨人淡定地 捡起他掉落的头盔 看了看掉镜河里的双头巨人 他就这样被熊熊烈焰死死包围住 不停挣扎的双头巨人 不断发出凄惨的叫声 其他同伴就这样 静静地站在岸边探讨 不管他如何哀求 其他巨人都无动于衷 直到他被火海吞噬消失不见 看到老大死后 所有巨人都垂头丧气地转身离开了 圆脸巨人最后把头盔丢进了河里 还给了双头巨人 然而就在城堡的众人 以为他们成功阻挡了巨人阻死 一阵刺耳的钟声从远处传 只见一个巨大的铁钢直直地砸了 瞬间将围墙砸出一个缺口 紧接着一阵刺耳的号角声响起 眼看即将被关上的吊桥 突然被两个飞过来的巨大钩子死死发着 诗巨人发起了第二轮进攻 他们誓死也要打开城堡大门 看似我们能够断断 我需要这些线帮助